政府依据钱不够用 就打碎了许多优异生 原本怀抱着拿奖学金出国的梦想 其中一名领取了大学先修班奖学金的 Eleva优异生 向家里记者透露 许多学生因为一心想要拿到奖学金 平常都非常用功 甚至是费勤忘食 但如今一切 全都落实 过空 像Eleva那些的 它就是Adjante 然后读书压力可能就比较大 然后读点很轻末 所以有时候要考到一个好成绩 就是不是读书读书读书 考到那个成绩拿到了 不是说人家那个PERSHP就没有了 有没有好像那种甜甜酷的 因为真的是很失望这样 会有啦 因为他们就说是很努力这样子 然后结果又得不到 这些接受大学新旧班奖学金的优秀生 有极大机会可以成功申请JPA奖学金 并出国留学 如今对于当局如此草率的安排 他们都难以接受 为什么读书读书好像已经大运了我们 要给我们 就是我们只要考到一个好的成绩 我们不需要应该 我们就可以拿到那个PERSHP 然后结果过后 他又想是这样子一回事 然后又想说 因为在星期中他可能就要 扣住那些PERSHP 据了解不少学生其实都已经得到国外大学的录取通知 在这个二月入学 原本他们都打算拿到奖学金后就可以到国外升学 但现在却被逼放弃 他们现在有些是尝试可能要 申请过一些外国的公司 可是就很难会得到 而且时间很平 他们来不及了 所以可能有些就会打算 扫书国的邮运 或者是那些private的邮运 不是家庭很困难 可是做出国就 那个负担会很大 因为出国它是那个学费也不及 还有生活费那些 不过当局有始至终 都没有发布正式的消息 内阁也还没有定论 学生们还是怀抱着一线希望 但另一方面 却也做了最坏的打算 所以你们现在暂时还是抱一线希望的啦 还是有一点啦 就不是不能抱啥的希望 我们是听到的小学是讲说 那些鱼科啊 那些亚鱼器啊那些 他们是没有辞入国了 然后像我这些鱼科呢 政府还会保留 就是可能还会继续跟我们出国读书 可是这些还是不确定啊 所以我就在等到 如果要得不到 可能就能够准备 从我们去的大学来读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